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喜欢吃馒头的小伙伴赶紧收藏起来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简单好吃又营养的玉米面馒头 出锅后蓬松轩,小朋友抢着吃 准备好的空碗里取150克玉米面 倒入90毫升刚烧开了开水,将玉米面烫一下 一边倒入,一边快搅拌成松散的面疙瘩 咱们用玉米面做美食的时候都要先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可以改变玉米面粗糙的口感 做出来美食呢,吃起来也就更渣的心腻好吃了 将玉米面烫成这样子后,放了一旁晾凉 再打入两颗新鲜的鸡蛋 不吃鸡蛋呢,咱们也可以不放 用筷子继续的搅一搅,将玉米面搅拌成面团状 再倒入150克,家里长的普通面粉 有什么样的面粉呢,咱们就用什么样的面粉 两颗酱母粉,一颗小苏打,三颗白砂糖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搅拌均匀后,如果面絮太干的话,咱们也可以倒点温水 一直搅拌成这样软硬适中的面絮状就可以了 下入将面絮团成团,要做的面光守光盆光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好好的揉一揉 一直揉到面团表面光滑,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放进空碗里,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面垫上撒点干面粉,将醒发的面团放上去揉搓排下气 这样面团里的酵母菌就会重新的分布了 等二次醒发的时候,气孔就会分布得更加均匀 这样蒸出馒头就会更加的渲染好吃了 揉好后再搓长搓细 用刮板分成七个大小菌面剂子 用手掌揉搓成光滑的面团 每个面团最少要揉一百下 这也是馒头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千万可别偷懒了 最后将面剂子搓高一点,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将做好的生坯放进蒸锅里 盖上盖子,醒发40分钟 醒发的这样子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20分钟 如果生坯小的话,18分钟就能蒸熟了 时间到了,咱们的馒头也蒸好了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